今天是時候要抽一些新科股的新股 那都被你瘋了 那你就幫到你 好 我們就直接入IPO環節 其實我看過一些資料 原來相半年 香港的IPO是有46間的 但原來物館和B制股在排隊的公司還有很多 例如物館原來還有22間在等候處理 另外B制股還有17間在處理上市的手續 我發現原來下半年IPO還有很多可以看的 是呀 尤其是物館大家已經不太想理會 因為供應太多 例如物館的小隻已經上市 有很多選擇 那究竟新資金會不會還去買這些 還是集中頭大了幾隻就算了 也沒有那麼稀罕 沒錯 好 我們看看 接下來其實譬如說 我只是說今個星期 那你的騰聖博藥其實已經截了孖展 其實我在IG也說過一點 這隻我覺得可以抽孖展 但是他可能上市的時候那個價格會是怎樣 還有他接下來的走勢呢 我有一些估計 也會有一些坊間市場上沒有的 關於隻股的分析都會說 可能去到過多幾天 等到他上市之前我會再說 因為現在截了孖展就不說了 先說一些未截的 那你就看到 剛才我表彈來彈去彈出彈入 因為十隻 一彈出不完 我把它分成兩類 第一類就是孤之然可能大隻一點 受歡迎一點 還有那個聯席牽頭經辦人數目少一點 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字 是甚麼意思 之前我少看 其實我怕有些觀眾都不太知道 是甚麼意思 我剛剛在咪後馬上問了 先做一下工作 但是究竟這個字是甚麼意思 即是聯席牽頭經辦人數目 其實他也是幫忙 即是將這隻新股的貨物分配出來 那你保證人數目就是保住了一隻股 可以上市 分招股書的只要是正確 去做這間公司上市需要做的事 就保證人數目幫助他 而聯席牽頭經辦人就幫助他處理 即是怎樣分配這些股份 其中一個的職能 你見到行性 只有一間的 一間幫助他處理 我忘記了一間保證人 即是保證人裏面 其中一間幫助他處理 你見到很誇張 有些環球身材國際17間 那麼多和少的分別 或者啟示在哪裏呢 你其中一件可以演繹的 就是一隻環球身材國際 一隻也不大股票 即是上市之後 市值也不太高 但是找到17間去幫助他 證明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大家都不敢揹票 即是沒有一間很大的 不像行性薄藥那樣 一間就幫助他處理 因為我覺得一定派得出去 還有我也喜歡這隻股 我對他有信心 如果你去到17間的話 證明其實那些券商 對他可能信心也不太大 大家拜託就圍了他 先拍肩膊 你看到譬如中國通財12間 今天要講的康盛環球 其實也有6間 不過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多不代表一定會有差 就好像前幾天上市 那隻叫什麼 那隻升得很厲害 深蟲 其實他也有7間 不一定的 但是我只會覺得這些 能夠在這些情況下 升到還要爆升到很少數 可能你這裏10隻裏面 或者我扣除了一些大隻的 那3隻之外 另外7隻可能有一隻可以爆升到 但是就不知道是哪隻 你猜不到 可能到第一天上市再看看 那個情況究竟是怎樣 就是因為上市之前 我們只可以憑這些GC物 去推斷 他第一天的表現會不會好些 既然有個數字給大家 那就可以立即參考一下 是的 那你撇除了那些之後 只剩下憑勝負虐 之後再講 大家先抽了 然後我覺得這隻是膽 因為你十隻新股 就像跑馬一樣 有膽拖幾多隻腳 那些錢就去了騰勝那裏 那腳的怎樣拖法呢 其中我的選擇就是康勝 是9960 是的 康勝環球 那可能大家會問 這隻醫脈通是怎樣的 我只是不選擇 哦 竟然不選擇 是的 你最多就是現金抽一下 為什麼呢 讓你看一下 對 回覆一下網站 是的 他的網站也算沒有之前那些那麼簡陋 但其實也挺… 都像一個論壇 十幾年前的網頁 是的 像論壇的 是的 是的 那我就… 他一隻在賣 可能接下來的PE 即他用一個貴的PE 可能一百多倍去上 而要買一隻 我覺得一個網頁這麼噁心的公司 我又… 我只是少了一些信心 剛才也說過 其實他的PE百多倍了 嗯 是的 當然他的底線 可能你會看到 盈利的增長是快的 嗯 但是我就不選這隻 我看到他有一個明顯的缺點 那我就選一隻康性環球 嗯 說回去吧 其實是做醫療檢測服務的 可能他是主要服務醫院 幫他做一些檢測 譬如癌症 或者他最主要是做一些血液的檢測 嗯 其實血液的檢測 可能是感染癌症 或者不同類型的重病 是的 可能大家會問到 去年有…去到現在有COVID 他有沒有做這些檢測 他都有的 哦 都有這樣就OK 是的 那他招股價最多 那個範疇都定得不算太闊 少少闊 嗯 爆6至9.7.8 那就沒有… 騰勝定額價 可能他在招股價的範圍 只是5%度相差 那就沒有這麼漂亮 而且每收入場費4000多元 那就不及其他生科股 萬多元一抽中 就可能贏得更多 嗯 嗯 我補充多一點點資料先 剛剛阿佳佳都說了 他是幫忙診斷那些 其實他會有白血病 骨髓的骨髓瘤 琳巴瘤 另外還有一些凝血病 其實他都有份做檢測 還有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現在有很多疾病的檢測 很多時候會送到不同的檢測機構 但如果你集中送到一間的話 其實對醫院的效率會大大提升了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存在的優勢 就是幫助那些醫院很多手 對 都麻煩了小Viu 好 很詳盡的補充 又不算很詳盡 又不算很詳盡 又快又簡單又隆重的補充 好 只值80多億的 跳得很快 接著補充人高盛、中金、瑞信 有一點點的Cornestone 你看補充人Chari Echo 其實都可以的 你選擇高盛和中金 高盛是英俊的 這兩間其實都是信心保證 估計第一天都會有升幅 不是便宜的 不過我覺得有這些比較優質的保證人照著 第一天就不用太受 好 接著說回業績 其實收入的增長就不太厲害 如果你說2020 但我覺得其實應該是跟COVID有關係 那一段時間是令到那個 重要性提升了 業務又多了 其他業務除了COVID 你要檢查有沒有重招之外 其他的檢測可能早少了 形成可能去年收入的增長只是個位數 但你推前2019年都有差不多兩成 是的 那經調整盈利 你看到九千多萬 2020年是九千多萬 相對於2019年是升了七成左右 是的 增幅要大 但其實我又不太知道怎樣計算出來 我自己計算過如果扣了其他收入的話 那他的盈利其實是去年來計算增長兩成 當然他這條數目也能夠靠 是的 你當作一個短期性有爆發性增長的概念 是的 那去到最後 其實你看到如果以市 想想一下 如果以上限價定價的話 大概去年的PE就是七十倍 好像是七十多倍 七十多倍 當然不是算便宜 但是譬如說 之前你見識過時代天使 爆到七彩 根本就幾百倍PE都不怕你 其實短線來說意義不大 是的 想說一下 為什麼用與美股的Exact Science 去比較 其實Exact Science也是做檢測 但是可能它們的產品的混合有些不同 是的 這間產品在美股都是龍頭210億美金的市值 是的 所以這隻股以去年的市銷率計算到14倍 那證明什麼呢 其實這個行業在環球來說都算受歡迎 是的 是的 那康盛如果你計算是8.3倍 那當然就低於Exact是一段 是的 而去年的收入升幅 就差很遠 Exact它本身也有做很多COVID的檢測 那裡應該幫到它們的數目 是的 但是其實Exact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的收入增長已經是回到十多二十百分 嗯 看上去這一隻也算是有獨特性 因為很少是 好像還沒在香港看到有相關的股份 沒有這樣的規模 是的 還有它也是龍頭 因為我看回那些 即是看回那份照顧書 它自己都說如果是用2020年中國ICL 即是那個血液學的檢測市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結論其實是可以抽 嗯 還有如果你孖展的話 你細著一點的 你的膽子去了騰盛 拖這隻腳 嗯 是的 這樣就可以這樣選擇 也可以孖展的 這隻手 我覺得會不會虧色呢 如果怕的話 就是現金抽到也可以的 哦 是的 我覺得有一個 你想想這隻去想孖展 還是現金 我覺得有小孖展 但是那隻行程 我覺得可以孖展 有很多的我猜 因為又不會抽得多 又不會抽得多 相關的 是的 你的入場費小一點 自然就容易重一點 是的 這樣 小編編編編編 你除了見智飲水 見智早睡 還有見智站好 還有留言 還有分享 記得按下下個鐘仔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